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立刻压垮任何鲁莽到胆敢跨上此星球一步的生物 如果这样还不够看 此行星的大气层充满了有毒的硫酸云 味道比臭鸡蛋还糟 二氧化碳金星的大气的主要成分和臭名昭彰的硫酸在一起 产生强大的温室效应 因此大气层的下层和行星的表面是整个太阳系中最热的地方 但最新的科学理论声称 金星在出现问题之前 可能已经拥有了几十亿年舒适稳定的气候 天文学家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建构出拟金星的虚拟世界模型 模型显示在其大部分的历史中 这颗炙热的行星都有液态水的海洋 充足的温度与稳定的板块构造 事实上这颗行星就像初始时的地球一样 科学家认为这个类似地球的发展时期 可能持续了三十多亿年 因此在这段时间里 这颗行星很有可能被海洋覆盖 海洋深度从9到304公尺不等 此外有些水被锁在行星的土壤中 除此之外 金星的温度维持在摄氏20到50度 这个你得承认还蛮舒服的 而且和现在地球上的温度没差多少 我要说的是 直到七亿年前 发生了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之前 三十亿年来 金星可能是适合居住的 究竟是什么 让地球的姐妹行星变成闷热的地狱 依旧是个谜 然而研究人员对于可能的原因 有好几种想法 主要的理论是将金星上的剧烈变化 与大规模地质变迁连结 这些变迁让80%以上的行星重新浮现 此外 在这场灾难期间 大量的岩浆开始冒泡 向大气层释放数以钝剂的CO2 有成二氧化碳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地球上 岩石会吸收大部分的二氧化碳气体 从而有效清除大气中过剩的部分 但是在金星上一切都错得离谱了 岩浆在行星表面凝固 在岩石上覆盖了厚实而无法穿透的表层 这个屏障阻止岩石重新吸收二氧化碳 大约五亿年前 地球上也发生过类似的大规模气体溢出 我那时也不在 形成恶名昭彰的西伯利亚陷阱 而且这或许导致了大规模的灭绝 但即使是这次的事件 依旧与金星上所发生的悲剧天差地远 金星上的大气层密度很快就达到了地球的90倍 再加上大量的CO2也就难怪会引发失控的温室效应了 结果星球上的温度攀升到惊人的摄氏462度 除此之外 太阳辐射开始大量袭击这个可怜的星球 以至于它再也无法维持住地表的液态水 这些条件显然不会特别欢迎任何生物在这个星球上存活下来 与此同时 科学家几乎相信在那个灾难性的转列点之前 金星上可能有生命 不过在研究人员能够肯定地表述之前 他们需要先厘清两件重要的事情 首先他们必须了解 导致金星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灾难是单一事件 还是数十亿年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其次 天文学家必须先查明这颗行星 是否将液态水浓缩了 这表示得要进一步研究 而且只有派险更多探索金星的任务之后 才有可能得到确切的答案 如此一来 科学家就能够更加了解金星的演化和历史 但无论如何 这些任务证明金星过去适合居住 而且与现在大不相同的几率是很高的 这也将为人类开启了各种的可能性 你看 就算金星的气候发生了这么剧烈的变化 而且似乎完全无法居住 但科学家并不否认 这个炙热的星球有一天可能会再度改变 他们说 既然金星以前可以气候稳定 那就有机会再度维持 如果我们在那里做一些生态工程 这些变化可能会持续下去哦 那你呢 你相信金星有一天会变成一个覆盖着海洋的美丽世界吗 请在下面的留言区里面写下你的意 那现在来听听与金星 也就是跟地球最接近的其中一位邻居 有关的趣事如何呢 光从太阳到金星只需要六分钟 这颗行星是太阳系所有行星中轨道最圆的 难以理解的是 金星上的一天比一年还要长 你自己看吧 这颗行星需要243个地球天才能够自转一圈 与此同时 它用224个地球天即可绕行太阳一圈 金星的火山比太阳系中任何其他行星都多 天文学家已经在表面上发现了多达1600座火山 但可能还有其他因为尺寸太小 所以我们看不到的火山 这些火山大多数不是活火山 但有一些可能还在冒泡呢 金星上最高的山是麦斯威尔山 其高度为8840公尺 几乎和圣母峰一样高 金星上的峰可以达到惊人的速度 它们在大气层的中间层 能够加速到每小时724公里 比我们自己地球上最快的龙卷风还要快 金星上没有季节 其中一个原因是轴心的倾斜角度小于3度 相比之下地球的轴心倾斜角度约为23度 这就是为什么朝向太阳的半球所能获得的能量 要比背对的半球大得多的原因 金星自转缓慢 这导致其磁场比地球要弱得多 此炙热的行星与太阳 以及太阳系中多数行星的转向相反 这种现象称为逆行自转 最有可能的原因 或许是与巨大的太空物体相撞 例如小行星 如果你去拜访金星 你或许无法看得到地球或太阳 原因是超密集的云 总是遮蔽着金星的天空 做得好热 我的信用卡在哪 我准备好了要来预定我的金星假期咯 额 算了 尽管温度暴高 大气层超密 金星通常被称为地球的双胞胎 比较像是地球的邪恶双胞胎了 你看啊 两颗行星的尺寸大致相同 还有呢 金星的组成与我们星球的组成差不多 最后 我们这位邻居的轨道跟地球的最接近 金星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越过太阳的少数行星之一 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事实上 自从人类发明望远镜以来 我们也只不过看到七次或八次的金星临日而已 金星是天空中最亮的行星 而且也是第二亮的天体 仅次于月球 总之呢 金星过去是个好地方 很像地球 但现在却不像 温室气体和其他东西都错得离谱 天哪 我希望有一天人家不会这么说我们地球啊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请帮这部影片点个赞 并且跟你的朋友分享 这些是我觉得你会喜欢的一些影片 只要点选左边或是右边即可 请记得持续锁定亮生活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